馬力歐最近很旺 連續聚男主角 每天的預告都看到你 不是啦 就是比較 我剛才跟蕭恩在聊 他說馬哥你這樣很好 其實就是穩定 我覺得我們做演員 穩定很重要 持續的有在有戲接 有戲演就好了 那當然 對 所以你是女兒出生之後 你把她的期待 放在皮夾子裡面 對 因為我女兒 真的 我也算是 我也算是老年得子吧 也算嘛 我很高興 但是那個時候就是 有人說什麼 你要不要弄胎毛筆什麼 我說我覺得這些都是 我是很實事求是的人 我覺得胎毛筆這個意義不重大 我也要花錢 只要有花錢我就不要 然後他說那個肚臍 要不要做個肚臍髒什麼的 大概用壓克力還是怎麼樣 我說也不用 我說不需要 但是我把這個肚臍 其實那個其實是一個 怎麼講 有點歪打正著 我把肚臍 它是用個 因為我們去院子中心 然後它就是肚臍它有夾著 會會掉 那個東西他們說 可以拿來做衣服 我就沒有做 後來我就說我要收 但實際上 其實最原始 我並沒有刻意地說 要把它收到皮夾裡 我只是因為它有一個 小夾鏈袋 然後它就放在裡面 就說爸爸這個是普蜜的 我女兒的那個 我說那我想說也沒地方 我就放在皮夾 後來有人跟我講說 他說你這樣還滿聰明的 我說怎麼 他說斗宅是 他說這是一個帶財的東西 因為斗宅 那為什麼要做印章 因為你就說開戶怎麼樣 你一蓋 這就是有開運的什麼 我就把這個斗宅 就是反正也薄薄小小的 我就放在我的皮夾裡面 那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這樣 然後或者是老天爺眷顧我 女兒生來 其實她會自己帶財 所以我就變得很順 她出生之後 院子還沒做完 我就開始接八點檔 開始慢慢拍 慢慢拍 也拍了一年多 然後至少奶粉錢 然後那我又很節省 其實那個時候 我就想要節省 因為我知道我很難得 有咬到這一塊肉 咬的 然後很開心 那我就把錢要 賺的錢要存下來 我準備要過下一個冬 因為我是有一檔沒一檔的人 那校安他們 譬如說他們排的 他們現在所謂的一二線的演員 都是你現在到幾月 八月 八月之後那我要給我用 我要九月我要拍什麼戲 他們是排好的 那我是有機會 有機會趕快抓 那我就把錢先存起來 然後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我說因為結婚已經有個經驗了 不要花那些無謂的錢 我說小孩子大得很快 那就盡量我們就有 把人的衣服 靠靠的 所以我就在臉書那邊講說 我現在歡迎大家 如果有不用的小朋友 衣服可以給我 那他們就很多就會寄過來 然後他們說穿二手衣 比較好戴 那很容易 演藝圈這麼多人好朋友 但是因為我的歌姓 剛剛講到就是我比較孤僻 我比較自卑 所以我基本上對演藝圈 我沒有什麼交際的 我的朋友能夠約出來 一隻手數著出來 然後當然就是有些朋友 當然不是演藝圈的 就是朋友比較多 後來我就穿 然後我老婆有一天就跟我講 她說那時候大概已經到三四個月了 她就說老公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都要這樣穿二手的 我說小孩子大得快 她說我們說不定就這麼一個女兒 我想給她穿漂漂亮亮的新衣服 其實她一句話我講說 我說我馬利歐也沒有糟糕到 沒辦法給女兒穿新衣服吧 我就說好 可以啊 後來就是參辦 就是大概譬如說舊衣服 大概百分之二十 其他的買 但是我買我也不會買名牌 我去蔡奇亞菜市場 菜市場便宜啊 對啊 小朋友衣服很貴啊 一個小小的上面就四百九 三百九 褲子三百九四百九 所以我覺得太貴 我就去買那個人家打下來的那種 就是譬如說什麼 簡標的 但是是新的 是 那可能線有點歪啊 你小孩子你不會去看 你穿什麼牌 不會 然後就一件五十 或一件八十 那你買多一點 他會送你幾件 所以這樣也過來了 然後反正就是我很謝謝 我很謝謝這個女人 然後幫我 他還真的帶財了